近日云南多地有手机用户反映 收到一条类似熟人发的短信 提示打开短信里的网页链接 这些短信其实是暗藏危险的 一旦点击链接就中了病毒的圈套 上午7点多钟就是起床的时候 看到手机 手机上就有那个三条短信 5月3号早晨 昆明的崔女士连续收到三条这样的短信 这是之前的聚会照弄好了 大家的精彩瞬间 手机直接点击地址 安装激活查看 后面紧跟的是一个链接 崔女士一开始以为是垃圾短信就没有理会 当天下午 崔女士再次收到同样内容的短信 不过这次短信的开头加了她的名字 就是我们整理好 那个原来忌讳的那种老的照片 点击看一下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我就点击了 点击进去以后 我就看到那个屏幕上 屏幕上是那种 就是红字 我就觉得可能是有问题了 可能是叫病毒了 经过我们查证的话 这条短信 它带有一条木马病毒的程序在里面 然后如果你不小心的话 就是说 物顶级安装了这个木马病毒的话 它可能会那个 这个监控你这个手机里面的硬性的这些程序和软件 比如说像我们手机里面的这些QQ啊 支付宝 手机网银 这些情况 它可能都可以监控到 民警表示最近一段时间 云南 昆明 趋近等是已有不少手机用户中了短信病毒的圈套 这种携带病毒的短信在传播过程中也不断调整内容 但最终目的都是吸引手机用户点击短信里的链接 比如这是我们以前的照片 你手机打开看看 这是过年时候大家聚会的照片 好珍贵的流影 你快看看吧 你竟然做出了这样的事 实在让人不能原谅 看你干的好事 自己看吧 打开 证据都在里面呢 有人悄悄在生日管家记录了您的生日 点击了解 这种通过手机短信链接传播病毒的行为有极大的危害 目前警方已经开始进入调查 手机运营商也开始采取措施 避免手机用户被骗 经手机运营商分析 这个病毒是手机恶意软件的一种 手机用户在点击链接后 就会安装上这种携带窃取用户信息的木马程序 这个病毒分析下来呢 是2015年的相册 这个病毒的一个变种 对吧 有很多 于是提醒你有聚会的照片的分析 第二 还有呢 像前两天出现的 像那个那个那个家长会的机会 还有呢 还有包括你的什么敏感视频的一些 这种这种连接都会给你提醒 于是呢 他一旦 这个安全意识 反正反正意识不够 一点这的话 就安装这个手机病毒 民警调查后发现 这种木马程序 在非法调取相关信息的同时 还会自动运行手机 短信群发的功能 向手机通讯录内的联系人 转发带病毒的短信 一旦感染这种病毒 不但会产生大量短信费用 还会带来个人信息外泄 网银被盗等安全隐患 你安装上去之后 它要能够那个达到 经扣你手机里面的这些 应用程序和软件的目的 然后呢 可能就是说 你如果在操作这些的时候 它既然是经扣你的那个手机的 这些软件的 它可能就会获取你 手机里面这些网银 还有这些 包括这些软件的用户名和密码 同时呢 它还具备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自动识别你 手机里面所有通信录 然后呢 自动以你的名义 把这一条短信 转发给你所有的好友 然后呢 你好友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又会物顶截或者是物打开 为了保障手机用户的信息安全 手机运营商也采取了相关措施 首先第一的话 我们把那个手机病毒的那个 下载的那个链接地址 给它封锁了 也就是说用户啊 就是如果再点击的话 就防不了那个病毒链接 第二的话 我们赶紧通知 通过10086 向全省的3000多万名的 我们的移动客户 发送了这个疫情提示短信 然后呢 重点就提醒大家 接到此内心的短信啊 不要打开 从5月4号开始 云南移动运营商开始对此类短信 进行拦截和处理 截至目前 云南省移动号码确认的病毒数量 达到6262个 拦截此类短信数量 高达29万多条 警方表示随着手机的大量运用 以前只发生在电脑上的病毒传播类 网络安全案件 正在逐步的向手机中端蔓延 那么作为一名手机的用户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识别和进行防范 民警提示 手机用户收到带链接的短信 千万不要盲目打开链接 不管是你的朋友也好 还是陌生的 这个陌生发的短信也好 首先打开这个短信的时候 你一定要识别 它里面有没有这些链接 就是相关的一些链接 如果有链接的话 你不要急于误点 不安装 不要急于打开 看一下就是说有没有这回事 如果没有这回事的话 跟短信内容不符合的话 我们直接删除就行了 一旦误点 首先警示手机通讯录联系人 小心被骗 如果手机上关联有支付宝和网银等 尽快更改密码 对重要资料进行备份 立即恢复手机出厂设置 或请专业人员重装系统 如果是发生了 就是发生了这个 就是说被这个被诈骗 或者被盗窃的这些情况的话 我们这些就是说 受害人市民应该是 及时向当地的更换机关系统反应 做一个报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